台南六甲一处畜牧场 日前有十几只小猪被偷走 那么警方锁定嘉义县的一名攀姓男子 结果在他的住家发现了七只小猪 不过小猪看起来已经奄奄一袭了 警方赶紧联络四主 当地警方是接到养猪户报案 说十几只小猪被偷损失四万多元 警方调阅监视影像 发现有一台可疑的黑色字小客车 大半夜在青浦地区三进三出 随机锁定了嫌犯 最后是在嘉义县的帆路乡 找回失窃小猪 33岁的嫌犯说 他是因为借贷欠钱 才会铤而走险偷小猪